各位朋友大家好 如果有人要想评选对大唐的政坛影响最大的几个事件 我相信发生在大唐贞观年间的李承前谋反案一定是位列其中 而且排名一定非常的靠前 这起案件不仅使唐太宗李世民的太子李承前第一次子为王李泰过早的夭折 而最终使得晋王李治渔翁得力登上了皇位 再之后才有了武则天专权大洲政权的建立 李氏皇族人员基本上是被诛杀殆尽 我想如果李氏的皇族成员在权下召开什么家庭会议的话 李承前和李泰这两个人一定会经常的被滴了出来数落一番 甚至是他们的父亲李世民都难辞其咎 这件事情对李氏皇族人员来说是心中永久的痛 而对于李承前和李泰来说也是他们身上永远抹不掉的污点 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个李承前谋反案 看看这个李承前是怎么从天堂走向了人间 最后又走向了地狱 而又是谁应该为这一切负责任 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错 是居心叵测试图夺敌的他的弟弟魏王李泰的错 还是子不教复制过的唐太宗李世民的错 或者这件事情根本就赖不得别人 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孽 如果世界上真有投胎这回事的话 那么我相信李承前投胎时带的GPS一定是全球最高级的 所以李承前投胎的时间人物都是绝对的精准 公元618年一次精准的投放 就使得李承前降生在了当时的秦王妃长孙氏的腹中 于是他就很荣幸的成为了秦王李世民和秦王妃长孙氏的第一个儿子 是嫡长子 而且他降生的地点也非常的合适 他降生在当时的太极公的承前殿 于是他的爷爷唐高祖李渊就给他起了一个特别有想象力的名字 承前对于一个当时只是一个亲王的儿子 承前这两个字无疑是稍微的重了一些 但是很快八年以后这个名字就变得无比的具有预见性 因为八年以后的学武门兵变使得还是秦王的李世民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很快嫡长子李承前就被封为了太子 承前这两个字也就真的进入了现代进行时 前些年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李承前就属于那种赢在了起跑线上的孩子 也就是父母口中经常说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据史书记载说李承前性聪明 风神俊逸 人孝至纯 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品学兼优 这样优秀的孩子自然也就成了唐太宗李世民和长孙皇后心中的骄傲 唐太宗李世民也请名师来教授李承前的诗书礼仪 李承前呢学习也是非常的认真 加之天资聪颖 所以深得老师们的喜爱 在李承前12岁的时候 李世民已经开始让他处理一些简单的证物 13岁的时候李承前生了一场大病病得非常重 一向不信佛也不信道的唐太宗李世民还特意的请来了道士秦英来为李承前祈福 等到李承前病遇以后唐太宗又特意招度了三千人出家 还新修了庙与道观 而且还大赦天下 这一切都是为了李承前祈福 由此可见李承前在唐太宗李世民心中的分量 可以说那时候李承前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全部希望所在 也是大唐的未来 贞观八年也就是李承前16岁的时候呢 唐太宗李世民因事出京离开了京城 特别命令李承前监国 等到唐太宗李世民回朝的时候 朝内朝外对监国的太子的表现可以说是交口称赞 继李世民以后大唐的又一代民主已经缓缓的走进了众人的视野 那个时候我相信即使是最悲观的人也不会想到几年以后事情会发展成那个样子 这一切的转换都发生在贞观十年 长孙皇后去世 如果说唐太宗李世民是李承前的天的话 那么长孙皇后无疑是他的地 那个能够托举举他给他以最大安全感的那片温柔的土地 天离他很远 但地离他非常的近 现在天还在 但是地已经裂开了 李承前就漂浮在了半空之中 他摸不到天 他想飞向天 但是呢又感觉自己在不断的下坠 于是呢 他就想抓住任何一个能让他稳住身子的东西 他希望抓住一条藤蔓一个树枝能让他稳下来 但是也可能这时候他抓住的却是刀锋 是栗剑 会刺伤他 也许也会刺伤别人 这一年李承前18岁 从那以后 不好的事情 那些不顺心的事情 也像是被GPS精确制导了似的 分治他来 在前一年 也就是他17岁的时候 他已经娶妻 娶的是当年隋朝宰相苏薇的曾孙女苏氏 但是他似乎并不爱他的太子妃 虽然说苏氏为他生有一子叫李相 他不喜欢太子妃倒并不是因为他的性取向有什么问题 实际上他喜欢上了他们府中的一位女龄 而且还因此疏远了太子妃 后来有人告状告到了唐太宗那里 唐太宗李世民就把他斥责一番 由此他也记恨上了太子妃苏氏 李承前心里一直有一块阴影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块阴影是越来越大 这块阴影就是源自他的腿脊 不知道他是先天患上了腿脊 还是在他几岁时得的那场大病以后落下来的毛病 他的腿呢 走起路来是一搏一搏的 虽然说并不是特别的严重 他小的时候呢 对此也不是特别的在意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越发觉得这是他身体上的一大缺陷 为此他也变得非常的敏感 意怒 这时候朝中的大臣和他身边的老师 也经常向唐太宗那里去抱怨 说他阳奉阴违 表面上千功得体 但是背后依然是我行我素 不听教话 唐太宗李世民也经常为此斥责他 这时候的里程前 他头上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的那个耀眼的光环 已经是在慢慢的褪色 甚至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开始变得越来越平庸 和周围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说到这儿啊 我想起了一件事 是现代的事情 在一九九几年的时候啊 一个法国的小男孩被介绍到了当时中国假A的一个著名的俱乐部 去参加视讯 当时这个俱乐部主教练呢 也是当时中国假A炙手可热的一位名教练 他看了这个法国小男孩的视讯以后 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说 这个小孩不会踢球 将来肯定是踢不出来 视讯失败 这个法国小男孩就又回到了法国 继续着他的训练 几年以后 这个男孩就出现在了英超球队阿森纳队的主力阵容中 然后他又成为了法国国家队的中场主力 帮助法国队赢得了世界杯 他也成为了世界冠军队的成员 他的名字叫维埃里 我相信喜欢足球的朋友 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觉得陌生 有人说维埃里是在受到了中国假A教练的刺激以后 奋发图强 最后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就 其实呢 我倒觉得未必被一个中国假A俱乐部的教练拒绝 对维埃里而言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后来奈能成功 除了他的天赋以外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他一直是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熟悉国内足球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中国踢球的小孩很早就接受了专业训练 这样的训练使得他们在和同年龄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孩子们比起来 他们就显得很有优势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国家队的少年队总是比青年队成绩要好 而青年队呢 要比成年队要好很多 过早的专业化训练虽然能够短期内取得成绩 但是呢 却压抑了天性和个性的张扬 那些世界上著名的球星 比如说马拉多纳 济科 梅西 他们可都是在野路子上慢慢的成长起来的 等到了一定年龄才开始接受专业的训练 所以说呀 这孩子什么年龄就应该做什么年龄的事情 过早的进行职业培训只能是拔秒助长 当然了 经过这些年足球工作者们的不懈努力 中国足球的面貌已经大为改观 以前是成年队不如青年队 青年队不如少年队 现在是成年队 青年队 少年队 都是一样的烂 李承前似乎也是这个样子 年少的时候呢 可谓是鹤立鸡群 等到成年以后却变得后继乏力 星光不再 现在的李承前每天得到的赞扬是越来越少 得到的斥责越来越多 最让他心烦的是 以前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跑来跑去的那个小屁孩 他的弟弟魏王李泰也已经长大了 魏王李泰比李承前小两岁 生于公元620年 这时候他已经16岁 也已经成年 魏王李泰也是非常的聪明 也非常的勤奋 可以说是文武双全 越来越得到李世民的宠爱 史书上记载李世民对李泰的宠爱 可谓是冠于诸王 李世民封李泰为魏王的时候 一下子就给了李泰22个州作为他的封地 而同时被封王的吴王李克 只是得到了8个州的封地 如果换到现在 吴王李克一定怀疑 他的这个皇子的身份 是不是当年李世民办信用卡的时候 人家送的小礼品 虽然给了李泰这么多的州 但是李世民还允许李泰继续居住在长安 不让他去知关 李泰生来比较肥胖 李世民心疼他的这个宝贝儿子 上朝的时候需要走这么长的路 于是特别允许李泰每日乘教上朝 因为李泰喜好文学 李世民呢 还特别允许他在府内开设了一个文学馆 可以任意的招纳那些闲事 想当年李世民在他的天色府中也设立了这样的文学馆 后来有名的秦王府十八学士 就是出于这个文学馆 而这些人 比如说房玄陵 杜如慧 于世南 于智宁等人 最后在李世民登记以后 都成了他的公股重臣 后来李泰又投李世民之所好 会同一些顶尖的文人一起编转了一本书叫《阔地志》 这是一套军事地理丛书 李世民是非常的喜爱 特别放入密格中珍藏 而且也给了李泰很多很多的赏赐 赏赐的有些东西的规格 甚至超过了太子的规格 李泰自己也没闲着 他手里有这么多钱 他就可以去买通那些朝中的官员 让他们在李世民面前说他的好话 同时也诋毁太子李承前 那么李世民有没有让太子李承前异位的想法呢 应该说一点也没有 在李世民心目中 太子李承前和魏王李泰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作为太子肩负着将来的社稷重任 所以呢 李世民可以说是爱之深择之切 这就是为什么李世民对李承前要求的比较高 督促的比较严 斥责的也比较多 而对于李泰 李世民认为他就是自己所喜欢的一个儿子 将来也就是做一个快乐的王爷 所以呢 愿意把更多的荣华富贵都给他 让他能够开心 将来有时间呀 我想做一期关于李世民的专辑 说说这个人的性格特点 大家可能就会发现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李世民是一个虫子狂魔 虫李泰归虫李泰 但是李世民从来没有想过 让李泰来取代李承前 李世民曾经说过 虽然太子有腿姬 但是不妨碍他做太子 也不妨碍他将来登基做皇帝 李世民给李泰很多赏赐的同时 为了安抚李承前 他也颁布了一道旨意 取消了对东宫用度的一切的限制 也就是说 李承前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 他允许李泰在府中开设文学馆 同时也要求宫中三贫以上官员的子弟 都要和东宫太子李承前一起学习 大家想想 朝中三贫以上官员的子弟 这些人将来都是朝中的骨干力量 李世民可以说是毫无顾忌的让李承前培育自己的班底 就是到了后来李承前做事越来越离谱 越来越出格的时候 而李泰又圣宠日龙的时候 李世民也没有想过让李泰取而代之 他曾经和大臣们说 说李承前作为太子就是再不好 皇位也会传给他的儿子李相 也就是李世民的皇孙也不会传给李泰 所以说李世民从来没有想过异处 但是很可惜 李承前不这么看 李承前现在可能越发的感觉到自己的太子之位不保 我想这时候他可能会经常的想起前朝的一个人 这个人也曾经是个太子 和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前朝的废太子杨勇 杨勇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子 很早就被立为太子 虽然他的弟弟杨广的功劳很大也非常能干 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太子之位 他仍然可以养尊处优 等待着某一天继承皇位 于是他也忽略了他的弟弟杨广对他的太子之位一直是虎视眈眈 杨广这时候已经被封王去了外地 他为了讨好隋文帝他的父亲杨坚和他的母亲独孤皇后 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他知道他的母亲独孤皇后对他的父亲杨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所以他就努力的讨好他的母亲 皇后宫中的人不管是职位高低 只要是到了杨广的封地去他的府上探望 他和他的夫人萧妃一定是在门口亲自迎接 而且呢 还亲自陪这些人一起吃饭 大家想一想 这些人在皇后宫中不过是一些下人 但是却能受到皇子的如此的优待 可以说是受处若惊 所以他们就和独孤皇后说了无数的杨广的好话 独孤皇后有一个强烈的嫡子的情节 他不喜欢庶子庶女 更不喜欢妃嫔 大家知道 杨坚的五儿五女全是和独孤皇后生的 杨坚呢 当然是深爱自己的这位皇后 但是呢 这也拦不住他有时候呢 想偷偷星 就有这么一次 他看上了一个姓玉池的宫女 然后呢 就和他探讨了一番生命的意义 这件事情呢 被独孤皇后知道以后 就把这个宫女活活打死了 这件事情呢 让杨坚非常的生气 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挑战 太没面子了 于是他就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手段 做了一件中国历代皇帝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什么呢 是离家出走 没错 皇帝要离家出走 这个皇帝他是不想当了 他宁愿上山去当猴 他也不受这份气 他还真的走了 独自一个人出宫 就奔着山里去了 其实啊 杨坚这么做呀 实在是欠妥 大家想一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 皇帝是以天下为家 所以他怎么也离不开这个家 再说 杨坚这个人呢 还生具异象 据说他的额头上有六棱冲天 就是有六条古棱 长得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后世的某个人呢 曾经说过 这种长相呢 很像是哈士奇 就像哈士奇头上那个三把火 你说杨坚 你长成这样 你还跑得了吗 都不用画影图蝶 只要在寻人启事上贴上一张哈士奇的照片 估计不出一天 你就会被送回皇宫 顺便还能搜罗一大批流浪狗 所以说杨坚离家出走啊 绝对是徒劳的 果然他的两个大臣半路就把他追上了 这两个大臣一个叫杨肃 一个叫高炯 杨坚的态度非常坚决 我不回皇宫了 我不当皇帝了 他太欺负人了 后来高炯说了一句话 让他改变了主意 高炯说什么呀 高炯说 您跪为天子 当以天下为众 怎么能因为一个善度的女人而放弃天下呢 这个善度的女人 当然指的就是独孤皇后 杨坚一听 有人敢这么骂他的媳妇啊 心中非常宽慰 于是呢 就和高炯杨肃他们又回到了皇宫 这时候独孤皇后已经在宫门口等候 见到杨坚回来 马上跪在地上叩头谢罪 说这件事情啊 是我做错了 皇帝呢 你不要生气 您还是回来当皇帝了 不要去当猴了 杨坚想 不管怎样 那个姓玉池的宫女已经死了 人死也不能复生 自己的妻子呢 虽然强势了些 但是呢 对自己 对自己的王朝也是非常的好 现在皇后又这样放低姿态 自己呢 好歹也算是挣回了面子 所以这件事情最后也就是不了了之 至于杨坚回到宫里以后 当他们夫妻二人独处的时候 会不会跪搓板 这个事情史书上是很难有记载的 杨广知道他母亲的这个嫡子情结 所以表面上看来 他只有萧妃一个女人 这个萧妃就是日后的大隋的萧皇后 我以前做过一期视频 专门说这位萧皇后的坎坷经历 有时间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而她和其他妃嫔生的孩子呢 要么就被她遗弃 要么就被她活活的溺死 这些都是为了取悦她的母亲独孤皇后 有一次杨坚和独孤皇后一起到杨广的府中去探望他们夫妇 杨广预先得到消息 特意的做了一些特殊的布置 她把以前侍奉她的那些美丽的侍女全部换掉 换成了一批又丑又老的妇人 把家中所有的陈设也换得能夺简陋就夺简陋 甚至是摆放的那把琴上面也让她布满了尘埃 而且弦还断了一根 就是为了让她的父母认为她不尽声色生活简朴 因为杨坚就是一个特别简朴的人 还有一次她去皇宫去探望她的父母 临走的时候 拜别母亲独孤皇后的时候 突然伏地大哭 说她不忍离开母亲 请母亲多多保重 而且还说她不知做了什么事得罪了自己的大哥太子杨勇 使得杨勇处处针对她 预置她于死地 说的独孤皇后心中大怒 大骂杨勇是不孝之子 杨广这边是做足了功课 而杨勇这边依然是安之若素 杨勇的郑妃姓袁 独孤皇后对她甚是喜爱 但是杨勇却不喜欢她 她喜欢的是一个姓云的昭迅 昭迅是太子府的妃嫔的一个封号 地位比太子妃差得很远 但是杨勇很喜欢她 而且和她一连生了三个儿子 而和她的郑妃袁氏却是一个孩子也没有 袁妃在太子府中日子过得很憋屈 不久就抑郁而死 但是独孤皇后呢 却认定 这一定是杨勇和这个姓云的昭巡 两个人合毛害死了袁妃 所以独孤皇后就派杨肃去暗中的观察 收集太子的一些不良的言行 然后等到时机成熟了 就把这些证据禀报给了隋文帝杨坚 杨坚盛盛怒之下 就废了杨勇 而改立杨广做了太子 杨勇呢 就被囚禁在了他自己的府里 而且负责囚禁的还是他的弟弟杨坚 所以这样他就甭想再去见到他的父亲 去诉说冤屈了 后来杨勇没办法 好在太子府离皇宫并不远 有一天呢 他竟然爬到了树上 对着皇宫的方向大喊 希望他的父亲能够听到他的申诉 所谓的杨上树 大概就是由此而来 后来隋文帝杨坚驾崩以后 掌握大权的杨广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假传圣旨 赐死了废太子杨勇 然后把杨勇的那几个儿子都发到了边关中军 然后秘密的处死 杨勇呢 还有一个女儿 当年呢 被封为大宁公主 嫁给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高炯的儿子高表仁 这个高炯呢 以前我们多次提到过 他是隋朝的开国元勋 有一种说法呢 是说是他当年下令处死了男臣后主陈淑宝的宠妃张丽华 而引起了杨广的记恨 后来杨坚离家出走的时候 他又对杨坚说了那样一番话 也惹怒了独孤皇后 所以杨广继位以后 高炯就被罢了官 他的这个儿子高表仁呢 后来到了唐朝贞官年间 也做了唐朝的官 后来当时的日本呀 派了一个代表团 到长安来拜见唐太宗 唐太宗呢 非常高兴 就让高表仁组织了一个代表团 随着日本使团一起返回了日本 去拜见日本天皇 表达唐王朝的友好之意 日本天皇知道唐朝派了代表团前来 也是非常的高兴 在传靠岸的地方呢 也举行了一个大型的欢迎仪式 高表仁这时候应该做的呢 是应该向日本天皇宣读 唐太宗李世民所撰写的国书 表达唐朝与日本的友好之意 但是这时候 高表仁不知道是哪根神经动了一下 他认为日本呀 应该是大唐王朝的蜀国 所以呀 日本天皇应该面向北 行叩拜之礼 然后他才可以宣读国书 日本天皇当然是不同意了 日本那时候虽然弱小 但是呢 他并不是唐朝的方国 而是和唐朝具有同等地位的国家 最后双方是争执不下 这高表仁说 如果你们不按我说的做的话 那这个国书我就不宣读了 我马上就回长安 日本天皇虽然也很生气 但是呢 他也不敢得罪当时强盛的大唐 于是呢 就把高表仁的这个代表团送到了对马岛 中日两国的这一次接触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高表仁回到长安以后 秉明了这件事情的经过 唐太宗李世民听了以后 非常的生气 责怪高表仁不会做事 把他贬了官 从此不再启用 自那以后 日本对大唐也是加强了防范 随后到了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 就爆发了中日韩的白江口大战 中日之间的关系更一步的进入了冰点 成为了两个敌对的国家 一直到了唐宣宗李隆基时期 双方的关系呢 才算逐渐的缓和 不好意思 又跑题了 李承贤猜忌心是越来越重 他的行为呢 也变得越来越乖张 但是至少这时候 他和他父亲李世民的关系呢 还没有闹得很僵 直到那件事情发生以后 这又是什么事情呢 李承贤呢 不知怎么喜欢上了一个男陵 是他府里唱戏的一个陵人 叫乘欣 这个名字有可能就是李承贤给他起的 两个人呢 是朝夕相处 虽然说唐朝的整个的社会风气非常的开放 但是也还不至于开放到这种程度 特别是对于皇子而言 分逃断绣之事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所以李世民知道了他和秤欣的事情以后呢 非常的生气 就下令处死了秤欣 这一下算是彻底激怒了李承贤 李承贤这次也算是彻底失去了理智 李承贤为什么如此在意这个叫秤欣的男陵 也许秤对他而言 不仅仅是一个陪伴 而且呢 李承贤在他那里 或许可以大胆的说出自己心中的委屈 怨恨 不满 内心非常恐惧憋闷的李承贤 秤心对于李承贤来说 可能是他心中不满情绪的唯一的一个发泄口 而如果长孙皇后还健在的话 李承贤心中的这些委屈本来是可以和他的母亲诉说的 现在他的父亲把秤欣杀了 等于把他的唯一的情绪的发泄口也堵住了 他心中的愤懑无人诉说 于是他就用行动表达心中的不满 他一连几个月称病不上朝 在太子府中还建了一个小灵堂 专门祭奠秤心 他还经常亲自去祭奠 每次都是痛哭不止 唐太宗李世民知道了他的这些行为以后是非常的生气 但是呢 也忍了 并没有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责罚 但紧接着李承贤竟然变本加厉 他竟然派人去刺杀自己的老师于智宁和张玄善 这件事情李世民也知道 但是李世民也并没有动废太子之念 一直到了后来齐王李佑毛反 毛反被平定以后在审讯那些罪犯的时候 有个叫齿干成姬的人 这个人呢曾经是李承贤手下的一名杀手 曾经受命刺杀过魏王李泰 但是呢 没有成功 这个人后来就供认李承贤也有毛反之意 这一下唐太宗李世民就不能再做事不顾了 所以李世民就让长孙无忌 房玄灵 以及肖玉 马周等人组成了一个规格极高的专案组 专门调查李承贤毛反案 最后是人证物证俱在 李承贤确实纠合侯军吉 汉王李元昌 杜河 赵宁等人 煞血为盟 意图毛反 证据确作无可抵赖 李世民无奈 只能罢处了李承贤的太子之位 而且处死了所有的从犯 包括大将侯军吉 驸马杜河 汉王李元昌等等 但是对于主犯李承贤 李世民还真是不忍心 不想杀他 但是毕竟毛反是大罪 国法难容 李世民在朝堂中就和诸位大臣商量 应该怎样处置李承贤 当时诸位大臣都不敢说话 既怕违反了国法 又不敢让李世民去杀自己亲生的儿子 这时候远远站在朝堂后面的一个纵六聘的小官 叫莱冀的突然说了一句 说陛下不失为慈父 太子得享天年 则善矣 这话呢 算是说到了李世民的心坎上 李世民准奏 于是就把李承贤贬为了庶民 冲军到了乾州 而莱冀也从此得到了李世民的重用 到了唐高宗时期 莱冀也成了当朝的宰相 顺便说一下 莱冀是隋朝大将莱霍尔的儿子 李承贤被贬之后没几年 就因忧愤于心 并死在了乾州 魏王李泰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 毕竟是亲兄弟 所以差点笑出声来 但似乎他高兴的有点太早了 不经意间 彼得小八岁的他的弟弟晋王李治也已经慢慢的长大 这时候的李治正站在他的身后 默默的看着他所做的一切 表面上似乎是平静如水 但李治的内心却是沟壑重重 波涛滚滚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